最新国际消息 南韩军方周二首度向全国民众来道歉 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表示 周一北韩五架无人机侵犯南韩领空的时候 军方虽然有发现却没有办法击落 坦言军方防备不足让民众担心了 因为南韩境内骂声连连 有民众直说政府准备比想象中的还要不足 甚至太依赖美军等等 没有办法想象战争爆发 这件事情更让南韩总统尹喜悦震怒 强调就让民众目睹北韩政策完全仰赖金正恩 在军事协议上的善意有多危险 同时下令要加快建制无人机部队的计划 包含上市引进先进的无人机等等 但是到目前为止 在南韩宣布这件事情之后 平壤现在暂时还没有相关的任何回应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